他们说,以前呢,皇帝老儿自有嫡子,皇后、家族也不是好惹的,这个私生子也就没接回去,只是暗中照顾着而已。 匪徒物字絮絮叨叨,但只要太子一死,洛振武这身份忽然就不一样了,以前谁在乎他洛振武是哪颗葱啊? 赵长河已经墓了,这就是四象教和血神教灭洛家的原因,把皇帝血脉绝了,这天下真就乱了。 可问题来了,太子死了的时候,老皇帝难道不会心急火燎去洛家接人? 怎么还任由洛振武留在洛家?何况从洛家的态度来看,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太子死了这么重大的是吧? 否则洛振武还有心情玩村姑呢?又或者根本就是世人瞎猜而已,洛家遭的是无妄之灾。 他谨慎地问了句,太子什么时候死的?死在洛振武之前之后? 那匪徒府长道,这不巧了吗?就在老大你砍了洛振武的那天下午,也就几个时辰之前。 那时候洛振武正好成了个独苗苗,所以赵老大这一刀,真是,可谓砍出了一番乱世开端,岂能不出名。 赵长和深深吸了口气。 从写神教南下的时间来说,他们这是在太子死前就筹划沙洛振武了,是赶巧了呢?还是太子之死本来就是在他们的谋划之内,两边同时进行? 唐守座当时那句话泛过脑海,此事之众,非你所知,你会后悔的。 他不是接到洛庄主的求援而来的,也不是没等大部队一起。 压根就不存在什么大部队,大概率洛庄主的求援信还真没到惊失呢,而是当天下午,太子一死,他就火速前来秘密接人,恰好撞上了而已。 这么看来,洛家不是无望之灾,确实是真有其事。 此事却识重,重到赵长河愣神了好半天,忽然仰天大笑,位置卡,皇宫,龙椅。 原来是这么个关联的哈哈哈哈,这关联有个屁用,臭瞎子我操你大眼。 匪徒 赵长河笑咪咪地拍拍他的肩膀,这是我有数了,谢了兄弟。 一刀砍出了个乱世,乱世岂是自己一刀能砍出来的。 洛振武那屌样,真让他登了机才是苍生不幸呢。 砍就砍了,岂不是除一大贼。 心念及此,赵长河心中那点打鼓,瞬间没了,说来心情还更好了,那是始终耿在心中的卡牌谜底一招解开的畅快感。 虽然这是感觉还是有点纳闷,就是洛家父子的交流态度不对,而且如果只是为了杀洛振武,来个人暗杀就可以了,何必如此大张旗鼓地灭门呢? 管他呢,不管是不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处境吗? 并没有,反正都是被通缉,都是出不了门。 还不如打饭带回去给洛七,日子还是要继续过的吗? 今天聊得久了,回去比昨天更晚,太阳已经彻底落山,都看不见路了。 然而回到木屋一看,洛七还没回来。 赵长和皱着眉头,连家恋的心思都没了,来来回回夺着步,看向山寨口的路。 昨天本来就担心洛七会有危险,结果并没有,但并不代表着危险不存在,可能发生在任何一天。 该不会是今天? 赵长和终于等不住了,拎起长刀就要出门。 刚走没几步,却看见洛七又悠然地背着手回来了,见他心急火燎往外赶的模样,似是有些惊恶。 旋即想到了原因,眼睛微弯,回来了回来了。 赵长和也淤了口气,皱眉,今天怎么这么晚,恶不对。 他鼻子抽了抽,你这味不对啊,之前迎风都能闻到你身上的嗖味,怎么没了。 洛七眉眼更弯了,去后面山剑洗了个澡而已,再这么臭烘烘的我可受不了,感觉身上都能爬狮子了。 东勇啊,牛逼!赵长和也有些蠢蠢欲动,又有点怂。 没试过东勇,感觉脱了衣服都受不了,别说下水了。 果然人家玄关一重就是为所欲为。 你也去啊,臭得要死谁跟你睡? 洛七给自己找到了上家的借口,之前不是老子矫情,是你真的太臭了。 赵长和脸色有点苦,这么冷,你玄关一重能熬,我只是个菜鸟啊。 大男人的,别人没练过五都感冬天下水,你好歹练了几天,别怂。 洛七笑眯眯地把背后的手拿了出来,却是一个酒葫芦,给你带了热酒,好歹有点用。 赵长和有些惊喜,拿搞来的热酒。 今天我进了城,买了些东西。 洛七变戏法,一样又摸出一个油纸包,还有点烤肉,犒劳你练功辛苦。 赵长和祈祷,你该不会是自掏腰包,用这些东西交差吧。 不管你离家带了多少钱,也不够用啊。 今天我,安排他们去猎兽,冬天野兽虽然少,还是有的,搞了点山鸡兔子交差,勉强应付。 也正因如此,玩事得比较早,我就抽空去了烫城里。 洛七板起了脸,就说你要不要吧,屁话真多。 要要要,赵长和一股脑抢过酒葫芦和油纸包,往外就跑,我直接去水边吃,吃完趁热跳。 洛七悠然进了屋子,一眼看见桌上的饭,微微一笑。 他临时遭变,身上真没几个钱,今天买这点东西就用光了,自己压根没吃呢,因为知道回来有得吃。 你为我留饭,我为你孤酒,理所应当。 隐隐约约听见债口传来喧闹声,有人在喊,夜间不得出债。 赵长和的声音传来,我怎么没听过什么宵禁令,少拿着鸡毛荡令件啊,妈的老子就出门洗个澡哪来这么多屁话。 嗯,赵,赵老大。 哦,是你们呢,你们还有看门任务? 行了行了都自己人,让让。 早知道是赵老大,我们怎么也不会拦嘛,谁跟谁呀? 声音一路远去。 都老大了呀,瞧着态势越来越有几分向山匪转变的模样了。 洛七慢条丝里地吃着饭,呼得哑然失笑。 纯朴少年 不说匪类不匪类,分明天生江湖汉,倒是真的,适应这魔窟比他还快,才几天就风生水起。 天知道为什么那丝一开始会给人纯粮朴实的印象,真是神奇。 洛七忽然在想,其实自己和赵长和并没有什么交情的, 大家在变故之前一共才说过几句话来着。 赵长和会对自己不错,主要是因为身在一厢魔窟的孤独和心虚, 他洛七好歹是个熟人,所以天然亲近。 等再这么下去如鱼得水,和水都混得烂熟, 那时候他洛七就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说不定和别人的交情都比和他好了。 也挺好,大家有各自的路。 洛七忽悠然整理了碗筷,又坐到床上去闭幕练功。 其实他也很用功,只不过赵长和太变态了点, 洛七就没见过练功那么拼的变态。 气机运转数十周天,脚步声响,赵长和回来了。 洛七奇怪地睁眼,怎么这么快? 我到了那边想了想,酒岂能毒瘾? 当然要回来和你一起喝。 赵长和洗碗澡,也是神清气爽, 取碗倒酒,笑道,说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冷吗? 老子还是很顶的。 下次一起去洗。 谁跟你一起洗? 洛七撇撇嘴, 看着尚有余温的酒中渐渐生腾的雾气, 心情倒是莫名变好了不少。 没话找话道, 说来我在城门看见你的通缉令了, 朝廷很重视的样子, 你这模样看来以后很难在外行走了。 那是自然。 我跟你说, 今天听说了灭洛家的原因, 洛振武那屌样居然是个皇子。 赵长和递过酒碗, 笑道, 你在庄上那么久了, 看得出这丝还有这种龙气不。 洛七接碗的手微微一抖, 酒夜晃动, 带起圈圈连衣, 却又很快若无其事地笑, 这缘由果然惊人, 吓得我手都抖了, 你以后出门可真要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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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